第一個,我們這個課程的名稱 基本上就是文獻大數據管理運用 所以我會希望說 除了文獻以外 我們還可以了解所謂的大數據分析 其實目前的AI你可以理解成 我自己的理解 我是覺得可以把它視為是大數據2.0 你說老師,大數據跟AI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的理解是因為 AI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它背後擁有很大量的數據 然後未給AI讓它去學習 因為AI實際上是預先幫你訓練過的一個模型 那你那個資料量又夠大 不然的話它沒那麼聰明 所以利用很多方法 也許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反正就讓它學習 學習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比你聰明了 為什麼? 因為你把所有 能夠放的知識 全部把它塞在它的這個模型裡面 它就能夠具備比人更厲害的能力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大家來選這個課 當然我不意外 OK 第一名 本來67 是因為只是想要拿學分 那也OK 因為如果這個學分拿到的話 對大家畢業絕對有幫助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上老師的課已經習慣了 這我比較意外 OK 當然我的習慣是 反正就會提供雲端 然後會上課錄影下來 然後會有個練習題 然後成績的話基本上都四個 出席成績、作業成績、期中跟期末 各佔20、20、30、30 那就是你們的成績 那我會以私有方式把你記錄下來 它還是這樣 而且我算成績還蠻快的 應該也算蠻精確的啦 理論上應該也盡量公平 好像也沒有同學有什麼樣的這個 好像之前也是有同學 遇到那個狀況是說 那個比較不認真同學成績比他高的問題 問題是他 我看到是他認真 那你要告訴我他哪裡不認真嗎 比如說他有作弊 那你要告訴我 不然的話 因為我沒有裝監視器在你們每個人的背後吧 因為我只看到 就是你提供給我的作業 還有你的報告是OK的 我就照那個上面打成績 OK 好啦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你對AI的認識 看一下 知道 最多的應該是一個 41.9% 知道但是不常使用 OK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是選這個選項的話 建議啦 你就是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自己再去提升起來 OK 而且盡量多使用TrackGP 那你說老師我要怎麼使用 其實我建議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Google查一下TrackGP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 然後呢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個人的使用習慣就是 直接到TrackGP裡面 然後Start Now之後的話 我登錄 Login 登錄的部分 我會用Google帳號 所以我會先登錄Google帳號 或者當然你有Microsoft 或Apple帳號也可以 那就直接點擊進去 那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上面的話 就會有它的相關的一個 但如果你用免費版的話 其實我覺得目前也夠了 如果你將來 覺得免費版還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試試看 它目前的話 已經沒有3.5這個選項了 好像都已經直接就4.5了吧 而且還可以直接附加檔案上去 也就是你可以傳問題 是一個檔案 它也會直接給你解答 OK 我是覺得用起來還頗棒的 而且基本上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去問它 當然我是不建議你問 有關感情方面的問題 因為 或者文學啊 比較 就是比較 情而上的部分 你可能就不太適合 因為它可能不太能理解 OK 那當然除此之外 我是覺得蠻OK的 經常使用的還蠻多的 所以喔 第二 佔比第二的話 好像 會 蠻多的 所以這個有點極端 第三個佔比第三個是知道 而且常常在使用 有四個 那其他的話 有一個同學 應該就是你們學長的 因為我看到有選修同學 有你們一個學長 那個名字我很熟悉 好像我也參加過他的那個 畢業專題 你怎麼又 你是畢業了嗎 對 OK 好 所以你們學長很優秀 他是中文跟資管雙主修 而且目前已經在此了 現在就差這個學分 目前工作與AI Model Training相關 欸 你有在Training嗎 有 有 我是直接下來轉低化 可以AI的 原模型 然後建設 那是for哪個行業嗎 是for他們自己的行業嗎 對 我是專門 專門不會浮 哇 那你的前途 所以趕快 跟這個學長要 這個算是目前最夯的喔 OK 還蠻好的欸 剛好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方便 因為 將來呢 如果你用Chargebee他是公用的 大家可以用 但問題他有隱私問題 你不要像有些企業直接封鎖 因為不能 因為怕說 有一些 不應該上傳的東西上傳了 有些問題不應該問 結果被他 對 那所以呢 將來可能會 公司 自己本身 就會自己要Training 一個AI出來 OK 那你們學長剛好做這個事 欸 真的走得還蠻前面的 OK 好 那 再來的話 就是聽過 但沒使用過 那知道 這個 好像 以死地檢 好像知道Cloudr的最少 這Cloudr好像後期之秀了 我發現現在好像越來越多人使用Cloudr 那Cloudr當然也是一樣啦 只是我是覺得他在那個介面上面 他現在好像還是英文的環境 如果你要轉中文 好像會有一點 反正就是 還蠻好用的 但你們可以揣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接著繼續看 把那個 目前用的最熱門的幾個AI平台 把它列出來 所以如果假設你第一個知道的話 我是覺得應該是理所當然的 哇 百分之一百 等於是全部人都知道ChargePT OK 然後呢 知道GM9好像就變少了 不過上個學期好像我上課的時候也有請同學 如果有上我的課應該 我有特別提到 GM9 那這個GM9其實你只要登入Google帳號 Google帳號裡面好像就已經直接就內建了 好像就是 我看 好像直接就是從 我是直接已經把它拉出來 這個GM9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他其實已經 遷入到這個地方裡面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Copilot 其實 如果你是Windows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目前用的Windows 不是Windows11 如果你是Windows11的話 他會在這個右下角有沒有 的地方會有一個icon 就是Copilot的icon 所以你看 如果假設你是用的是新的電腦的話 應該是用Windows11啦 Windows11 它升級update之後的話 它右下角就Copilot 你直接點下去 它就會跳出來了 那再來的話 就Cloud Cloud最新的版本是3 那這個我還蠻推薦各位可以用用看 所以假設 你其他三個不知道的話 可能就再找時間試試看 因為最近剛好有那個 有老師在用這個Cloud去寫那個遊戲 而且他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他就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真的就把一個線上遊戲給寫出來了 有點像憤怒點有沒有 這一個遊戲 他就問一問問 就把它寫出來了 實在太厲害了 其實我是覺得將來的趨勢 因為有AI的關係 就可以讓很多需要寫大量程式的 這個需求可能慢慢會減少很多 以後的話反正它就自動產生程式 如果假設有錯誤的話 你可以再利用AI去幫你找出錯誤 剩下來的話我是覺得 你可能就專注在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的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你的創意 這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以前 工程師大部分都被程式綁住了 因為一直光記那些規則 然後要 每個地方都不能寫錯 因為你們以前有寫過VBA 大家知道 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但現在不用了 現在它自動生成 有錯貼上去給它 才幫你找出錯誤 光這些地方 對於工程師來說 應該是大大的減輕非常大的負擔 所以可想而知 未來可能比較低階的工程師 我在想應該慢慢會被取代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需要有這麼多 低階工程師寫程式 AI就產生出來了 所以我需要的應該 取而代之應該是 會用AI產生程式 並且會出錯 並且有創意的人 這樣就夠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市場的人 人力市場應該會蠻大的 所以各位要思考這一點 那剛好什麼科系的 這個創意內容最多呢 資源最廣泛呢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文學院裡面其實太多東西可以做 只是說你以前學了之後不知道怎麼用 用不知道用在哪裡 但是現在有AI的時候 有點像一個廣告 你可以馬上把你想的一個idea 可以把它實做出來 有沒有以前很難嘛 現在我想應該就沒那麼難了 OK 那比較有興趣的範圍是哪一些 看一下 最有興趣的這個 好像大家想要知道 文獻數位資源管理運用 這個 但這比較偏理論部分 OK 所以我的習慣還是實做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實際的案例 讓大家了解 該利用什麼工具 可以快速的做一些統計分析 然後可以得到一個結果出來 然後 能夠運用多媒體的簡報 做一些 這個好像也是比較簡單一點 其他的話 就是AI用在大數據分析的應用 這個大家也滿有興趣的 其他的話就是 建置查詢系統 這個大家也有興趣 也滿好的 比如說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使用一些這個文學相關的點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建一個查詢系統看看 OK 這也是一個方向 好 那再來的話 對未來有沒有做一些準備 大部分都是 32.3%是不知道還不及 這個 可能因為我是學 我每次來學校 我都覺得學校真的是很祥和 跟外面的世界簡直無法比較 因為外面感覺像戰場 突然然後學校感覺 哇 感覺好像一片 真的peace 真的 但是問題 你出了這個門之後 你就不一樣了 因為如果有打工的同學 應該就有這種感覺 外面的世界簡直跟戰場一樣 所以你要想想你有沒有什麼武器 如果你的武器不夠先進的話 你馬上就會是 就是犧牲者 但是如果你的武器夠先進的話 我是覺得 你將來發揮應該都會還蠻廣的 有已經在充實了 還蠻好的 反正是9 那第三名就是想要準備研究所考試 不過不管你將來是不是念研究所 OK 即便你已經念研究所 還是會面臨到就業的問題 而且好像人家有統計過 那個CP值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念的是不同領域的研究所 畢業之後是不是也比較好就業 像微學院的研究所 其實就是一個 一般是大部分都不建議 你念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別的專業專長的話 你還是會面臨就業問題 而且還更大的問題 因為你還多花了很多時間 可是問題是比較沒辦法順利就業的話 那其實就會比較可惜啦 OK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值得思考 OK 有一個好羨慕 爸媽會養你 爸媽總會有走了一天吧 那怎麼辦 他會留很多錢給你 留房子給你 因為現在都少指化了 大家都一個 是不是 好啦 不過我是尊重大家的選項 因為反正現在這會多元 OK 那 底下期中期末 好像也不意外 好像大部分奇怪 大家都會喜歡用書面報告 OK 這到底是為什麼 應該簡單是不是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即便有書面報告 切記 不要直接用AI產生 這AI真的可以幫你寫得很漂亮 但是一看就知道這AI寫得 我是可以接受 你用AI幫你產生一些idea 但是你千萬記得 不要全部就拿來當成是你的報告 因為 應該老師還不至於看不出來吧 OK 而且裡面的用詞 一看就知道了 OK 因為之前有好幾個同學 就是用詞完全一個字都沒改 直接就複製貼上 那你說我能給他什麼成績 我一看就知道說 你這個不是自己寫的 所以我也給他一個 不是很好的成績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啦 OK 所以請各位記得 善用 善用AI這件事情 那期末好像有幾個同學 是想要上機測驗 當然我是希望說幾個方向 因為我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我們系上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畢業之前 能夠取得證照 OK 所以呢 我們這個課程上課的範例 可能會拿這個證照的題目 來當一個基礎 然後呢 至少你學會如何使用TrackGPT 去取得你要的答案 有沒有 它剛好有很多問題對不對 那你把問題你不會的沒關係 以前的話 你要背很多東西耶 我發現以前 光考證照 哇 背好多東西在腦袋裡面 好累 但是現在呢 我們換個方式 不要用那些 比較是填壓的啦 我們用AI看看 有沒有辦法把答案找出來 OK 而且是不是能夠做得更好 甚至呢 不是只有寫公式 我們甚至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VBA部分 因為我們大一有上過程式 OK 好 基本上 大概就是知道大家的一個 一個問卷的結果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課程大概 大概 這個名稱 然後 我們的問卷剛剛做 另外的話就是檔案的資料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請各位這個要把它記 這個滿好記得 這個網址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已經先放那個 證照考試的題目上去了 然後一些資料也放上去了 所以你們可以預先 好像我記得大一已經我們有上過這個題目了 只是說那個時候我們是針對證照考試的部分 來了解 但是我是希望後面我們會加上AI啦 所以有些題目以前你即便做過 你會做 但是請你把它改成用AI產生看看 題目部分的話在這裡 然後 需要用的範例檔案這邊也有 範例檔案的話就這個練習檔 就大概這兩個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稍微說一下 這個課程 一個介紹 那當然 第一個 直接介紹我 也沒什麼好介紹 大家應該都認識啦 OK 那其實 我目前會比較 因為被找到是因為網路上 所以網路上 假設你Google 搜尋吳老師教學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直接搜尋吳老師就好 因為吳老師 本來我是排第一個 後來有一個老師 他教麻將的 好像麻將的比較受歡迎 所以被取代掉 算了 我就乾脆我再加兩個 是吳老師教學 OK 那前幾個都我的 所以第一個 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所以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最近寫的 其實我也不是很認真寫 但是有一些新東西我會更新 像AI部分 我會把它稍微補充在這邊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最近就是寫一些ChargeGPT生成 那其實我就總結一下 其實到底目前我所使用的經驗裡面 到底AI能幫上什麼忙 OK 其實總結下來 光這四項我就覺得不得了了 真的可以讓以前使用 這個Excel的人 真的是刮目相看了 因為你們都學過了 你們學過你自然就 以前程式寫得好辛苦 現在都不用寫了 其實也不是不用寫 只是說他會幫你寫 那影片在這邊 底下這邊也有 然後有一些相關連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我的教學頻道 其實我最近上的課 其實也都跟ChargeGPT有關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這是我的部落格 目前訂閱人數總共大概就是 不是40萬喔 OK 是4萬而已啦 OK 那其實4萬也不少了 只是說如果跟那個網紅比起來 那我這個訂閱人數算是少的 那不過啦 我是覺得 這個有個好處 就是至少 大家會知道你最近在做什麼 所以我發現最近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廣告 但是企業就是很有意義 像我剛剛有接到來信 就是詢問我能不能到企業去幫他們上課 上課內容他就指定就是要這個東西 因為他有在follow 也許有看到啦 OK 而且現在企業對ChargeGPT導入到 這個企業的使用 非常有興趣 那我又比人家早一步 OK 那 所以啦 機會自然就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大部分我是覺得我現在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被找公 被找 不是我去找 OK 人家需要嘛 所以我網路上 當然還有我的粉絲專業 然後我會定期放一些什麼東西 我記得好像會放一些我最近上的課程 OK 所以有些人想要follow我 想要知道去哪邊上 我其他的課這邊也有 OK 這邊我最近教了什麼東西 其實這邊也有 那當然除了說我教Excel方面之外 其實我也教Python 而且也有教GAS 所以這些其實 但是我一個感覺就是AI改變太大 所以我的課程慢慢也要把它做一些調整 OK 其他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然後 所以前四個我的 那這個也是我的 你說這不是你的頻道嗎 對 我還有一個分站 有沒有 我還有第二個頻道 我看這個頻道好像訂閱人數比較少一點 大概這個頻道訂閱人數大概1萬1 所以 那這些頻道其實都還可以收到 這個YouTube寄給我的廣告金 OK 也可以有一些分論 像我前幾天才去銀行存一張支票 是Google寄給我的 那目前Google跟YouTube還是錢是分開來的 但後來發現我做錯的選項 因為我把那張支票拿去銀行 銀行居然要跟我要手續費 手續費 而且手續費多少各位知道嗎 一千四 要給我說一千四的手續費 那我那一張如果沒有一千四 那剛剛就送他算了 OK 所以還好那個面額只有超過 我想好算了算了算了學一個經驗 OK 所以我是建議 以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多讓自己被看到 這件事情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將來想要斜槓的話 以後所謂斜槓就是你將來 希望多增加一些額外收入的話 那你可能還是需要多做一些事 或者甚至啦 你可能想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的話 OK 不過大家再說遠了 不過我覺得是可以一個方向 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些 比較特殊的讓別人看到的東西的話 那這個是必要的 OK 那所以剛剛有提到啦 就是你可以搜尋 那以前是直接放第一個 但是後來應該有另外有人做麻將 然後所以我沒辦法 還是說我要做一些滑動取寵一點的東西 那也沒有必要啦 我是覺得做一些事 主要還是自己要有興趣 而且也是對社會有貢獻的 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打麻將好像對社會 比較沒有那麼大貢獻 是不是 欸不能這樣講 好像打麻將也是娛樂啦 OK 畢竟是不是有賭博行為嗎 好啦現在不討論 那這我的簡歷啦 那其實 最早我是 為什麼會到很多地方上課 我本來是在某一家公司當執行長的 然後來因為我 有一些機會 就是有時間就寫部落格啦 拍一些影片 結果後來發現 就有很多的單位邀請我去上課 後來發現呢 就是你副業後來發展的比主業還更好 副業好像賺的還比主業還更多的時候 那我就想說 那我不如乾脆我辭掉 不是辭掉 我退居幕後 然後呢 轉而乾脆就是 就來收課就好了 後來發現好像這也可以喔 所以目前的話 主要的時間喔 都是在那個 上課上面 當然除了原字之外 我還有在台師大 東吳啊 還有就是一些 推廣部啊 上課 然後還有一些企業的課 那這個企業的課也不定啦 就是說有的時候 像最近好像比較多 最近因為AI的需求比較大 所以很多單位 他們就想要上那個 像Trashby 就是結合以Sale 或者是說好像有個需求 就是Power BI 就是做那種Dashboard 就是那個什麼 數據儀表板的這種需求 也蠻多的 OK 那這個是我的簡介 應該大家都有看過啦 然後我得過一些獎 這也不重要 另外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假設 你想要證明自己 有相對應的能力的話 我是蠻建議各位 可以多考一些證照 那我目前的證照數量 應該超過30張 OK 那最近考過的像Power BI 像Python OK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像什麼AutoCAD Sarriworks 那之前手機APP 甚至現在已經沒有人用的Flash 那其實都有 有花時間去考過 當然我們這個課程 以Sale 我也有特別去考過證照 好 那我們這上課的一些特色 當然我其實 因為大部分同學 都有上過我的課 那我上課會把錄影下來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會跟不上 而且現在說真的有AI 那更簡單了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成就感跟樂趣 反而更重要 所以你其實可以想想看 你有什麼比較興趣的 然後甚至未來 除了說 以Sale的VBA之外 甚至如果你可以把那個Python 學一下 其實會更好 那那個Python 其實如果不會寫沒關係 我發現最近我上課 也是用這個TrackBee生成 跑起來沒問題 OK 而且甚至有一些程式 是從VBA轉換的 比如說VBA寫出來之後 我希望請你幫我轉譯成 拍上程式 居然可以耶 而且貼上執行都沒問題 所以啦 以後如果假設你一種語言 你另外一個語言不會的話 也不用擔心 有AI其實就可以完成了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影音的輔助 所以你不用擔心 之後我會把影片一樣會放在我們Poto上面 所以你回去只要專注 上課反正就是上課聽講 然後另外也會提供雲端上面的一些輔助 所以我上課做過的動作 也會放一份在雲端上面 OK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之前的新聞 這個是我年輕的時候 現在也沒有差了 好像有差 OK 其他的話聯合報有來採訪過 OK 他們比較有興趣說 我非資工背景 為什麼可以教程式 當然你要證明 你不能說你完全沒有 可是你卻跑來教這個課 那當然就不OK了 那課程規劃部分的話 主要趨勢就是 因為如果你學一些新的知識 你會比較有機會 新的機會 那當然趨勢的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有幾個啦 AI當然是目前最火紅的 OK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我剛剛有在 這個我部落格裡面 有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發現 AI真的可以做這四項動作 OK 幫你寫程式 幫你除錯 解釋給你聽 而且幫你轉譯 OK 你們不妨可以試試看 以後做完之後 你這幾項 不妨都可以嘗試看看 那最後的話 我是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新的方法啦 包含就是說 當然未來還有點點點更多 那你都可以導入 那也就是說 你目前所學的 你是不是可以試試看 把它做一個跨域結合 因為現在很流行一個名詞叫跨域 就是不同的領域可以把它結合 產生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那這個東西產生出來 那就是你的東西喔 而且如果之前沒有人做過 你做過 那你就是開創者了 OK 可不可以 當然我覺得絕對可以 什麼東西可以做 太多可以做啦 因為我發現很多中國文獻 其實說真的大部分還是把它 停留在以前那個年代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轉換一下 把它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OK 那就是一個你創造出來的 那當然我們有一個現實面 就是說可能還是要結合一個證照啦 所以將來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你們可以考取證照 那因為主任有說 第一個是有總分加分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直接考到這個證照的話 它可以抵免你的那個什麼 期末的假設報告或考試的話 那你可以抵免掉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另外就是你將來你的履歷表上面 也會比較好看 那至於你要怎麼考試啦 當然有參考用書 我是用2016的版本 那大概就這一本啦 TQC2016 企業用財 這個什麼 電腦實力 這個平和 那它這本是分三個科目 一個是Excel 另外就是Word跟PowerPoint 其實這本都有 然後這個我想圖書館應該有 我有請圖書館幫忙買 那其實這個是最早以前 大概十幾年前 我有找外面的廠商幫你們學長解考試 這個應該你們都不認得 這些已經 這些應該 有一些甚至有回來當 有回來開課 而且有些其實已經在 在大學教書 在其他學校教書 然後 所以其實這張書還蠻經典的 然後這才是證照的 你拿到的樣子 那網址部分你們可以記一下 就是TQC 或者你打TQC也可以看到 那這裡的按 如果你要找 這個證照相關的訊息 當然不是只有TQC 其他也是OK的 只是我是覺得TQC 我是還蠻推薦 因為它這個設計的題目 是還蠻符合我們上課 這個使用的 你可以到TQC裡面看到認證內容 認證科目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找到 那個什麼 就是有關以Sale方面的 目前以Sale的版本 因為一直在推陳出新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定值試算表這裡 OK 底下捲動 然後目前的話呢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最新是2021 2019 2016 我這邊規劃是2016 所以如果你要 假設你的電腦比較新的話 你可以改成新的版本 不過跟各位講 新的版本的題目又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 假設你要考不同的版本 你可能還要去買不同的題目 然後做練習 然後它分成總共有三個level 第一個level的話呢 就使用期 考三題 第二個level考五題 第三個level的話呢 這個是數科 除了數科之外 它要考學科 學科就是選擇題 20題 那這個題目 你說 老師那這個題目 其實如果你要參考 其實就是從這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可以找到 那它的分類是這樣 總共有五類 那五類的話呢 其中一類是 一類的話呢 是有五題 所以第一類的話呢 有沒有 102到104 一直到110 總共五題 那它怎麼考呢 它就從一類裡面 抽一題出來考 五抽一喔 那題目 一模一樣 完全 沒有改變喔 OK 所以 只是說你要把題目練熟 OK 然後第二類一樣 有沒有 第二類的話 底下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一次類推 那如果實用級的話 只有考三類 可是進階級的話 就五類全考 也就是總共是 這個是 從15題裡面抽三題 這個是25題裡面 抽五題出來考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下